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就跟我们中医的辨证很有关系了 什么是辨证 偏热的体质又该如何调养 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中医的阵型背后的含义 中医辨证的含义是这样子 中医是辨证论字的一个概念 它是一种模式识别的状态 古人经过各种的症状的累计和统计的结果之后 他们就知道这类的症状归纳在哪里 归纳在比如说它是含症或热症的现象 然后归纳出来之后就很清楚知道说 这个含要怎么处理 这个热要怎么处理 那辨证之后 辨别这些现象出来之后 我们就要连结到我们的处方 连结到我们的治疗 连结到我们的取穴 最后连结到我们的体质 胃教 然后这些连结的关系度非常的密切 辨证症型对质病机 中医的辨证背后有一个病机的思索过程 这是什么意思呢 例如它是肺脾气虚症 表示肺气虚也是脾气虚 肺气虚代表它的水骨运化的过程有不足了 肺气虚代表它肺送出来的能量过程有不足的地方 比如说以肺的输送路径来看 肺阻皮毛 肺回心的血量跟心有相关 肺阻呼吸 呼吸道和鼻腔都是肺在管的 肺阻三加淋包系统 它能够通调水道下疏膀胱这个过程 然后肺跟大肠相表里 你就知道肺气的输补过程里面 起码身体有六个路径相关 当把玩脉推测出它是肺脾气虚的时候 比如说它满身大汗 代表着它肺管皮毛的这条路径出了问题 没办法收敛 或者小便多或没有小便 就可以推测出它三交系统出了状况 用药的角度在这里就开始归纳出来了 会有不一样的现象 变出一个症之后 就会开始讲究对治的方法 那在治疗疾病的过程里面 我们总有几种方法去治疗它 一种是对治法 对治法的意思就是说 碰到寒的状态我们就用热药 碰到热的情况 我们就寒药把它退火下来 比如说天气冷 我们就用到一些干浆 帮助身体把它暖起来 这叫做用热来对寒 比如说天气很热的时候 我们就用到冰块、石膏、西瓜 这类东西来降温 以寒对热这种概念 这是一种机械化的理论 也是两边对治的一种方法 那像这次的新冠肺炎 就是很特殊的案例 不管是新冠一号或者是本草瘾 基本上治疗的方向都抓对了 但是每个人或多或少 会有一些些不同 不能只有用一个方来解决问题 要再去做调整 比如说它是肺 肺里面有积了热 小便也不行 就要滋润降火 比如说它是肺里面的干燥 没有其他的状况 那就给它滋润就好 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把它辨证出来之后 接下来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要结合药物 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辨了症 你结合不了药物 那不就是白费的功夫了吗 所以诊断出新冠肺炎之后 到底要用什么样的药 在中医里面 其实它的反应 几乎都是瞬间就有反应 只要我辨出新冠肺炎的症 它的特色在哪里 比如它是阴虚血造的特征 或者血热的症状 我们就可以很快速 就想到它要补阴虚 或降火气的现象就跑出来了 那中药里面 有不同属性的药材 比如说补阴的药 阴虚血热的用药 中医自古以来 累积了很多的经验 医症型慢慢去试药 然后归纳整理 比如说三药可以补阴 那我们就会问到下一个问题 葛根 麦门东 可不可以补阴呢 石膏可以退热 那沙身可不可以退热呢 穿背母可不可以呢 中医的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了 我们累积了几千年的经验 去试这个药 同一个症出来了 它可能有几百种 数十种的药去对治 但是把它搞清楚之后 知道某些时候的病 特别适合哪些药 这就是变症的经验 比如说我们这次的新冠肺炎 用到了艾草 莫草 这种少数的经验累积之后 结果出来就可以慢慢去调整 复制这些现象了 第二个现象是衰肢已熟 用同类制同类的方法 用寒对热 用热对寒 这种概念像机械化的理论 是这个或不是那个 就一翻两灯眼 但是人不是机器 所以第二套理论出现了 在内经里面就特别提到 衰肢已熟 就是以同类制同类的想法 这很像在上下楼梯一样 总是要让身体一步一步走下来 如同阶梯一样 比如说这个人身体很虚弱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补它的阳气 那这时候就不可以用干姜负质的 酒这类的大热的药给它灌下去了 可以给它比较温和的地瓜汤 加一点姜慢慢地给它喝 可以慢慢地接续上它的胃气 一点一点一点地把它拉起来 我们称为衰肢已熟的方法 然后这种方法又是另外一个名称叫重制法 比如说古代的叶天士 神匿叶天士 它曾经有一个白虎汤症的案例 叶天士的妈妈身体严重地发热 他心里面一直在想说 我应该下白虎汤 可是他不敢直接下白虎汤 因为是他妈妈 他的学生听到了这种情况之后 私底下就给他妈妈下了白虎汤 他妈妈的状况就得到治疗 其实在这种情形下 有很多的药物类似白虎汤 但是药效不会那么猛烈 比如说竹叶石膏汤 杀生麦冬汤 可以把病人的状况 慢慢地慢慢地拉下来 拉下来之后 慢慢退下来之后 病情就得到缓解了 这就是一种重治法 跟着他身体治疗的一种方式 有些人会说 我不能吃人参了 可是我有气虚的现象 但是还是想补气 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考量 不要用高粒生 这种大补元气的药 而从比较简单一点 比较补气阴类的用药开始 不会立刻伤害身体的药 慢慢地用上来 比如说你用到档参 白参 白泡参 西洋参 花旗参 东洋参 还有进到八参 慢慢拉升它的温度 一直拉到红参 石柱参 高粒参 慢慢地拉上来 让它有台阶上 有台阶下 你就知道身体就会慢慢适应 这种疾病的状态 那才是真正补气的方法 在中医的辩证上 中医是一种系统性的处理的方法 中医对症有不同的治疗方法 刚才提到的是以补虚为主的想法 接下来比如说是热症 那你就要清热 那阴虚症那就要自阴 气域症那就要发散 会有不同的方法去治它 中医的治法它也是一种系统性的思维 去看待身体的状态 有系统性的思维之后 治疗的方法就会改变很多 用不同的角度去治疗它 有人讲笑话就是说 每一个中医师开的药 可能都不太一样 拔的脉也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他们都能够达到疗效 用各种方法来处理身体的病症 还有你要很注意这件事情 中医是全面性的关照病症 当病人在治病的时候 除了身体产生的这些病症的反应之外 其实我们的心理也会受到另外一种印记 你就像被吓到一样 你会心里面产生你有这个病的印记 比如说拉肚子肠胃炎之后 其实我们会很害怕再吃到某些东西 因为你又会拉肚子了 所以心灵会记刮这件事情 当你病好了 这些记刮就慢慢散了 中医的治疗最常见的 不止只是治疗身体上的毛病 这些现象在去除之后 比如说寒症把它温暖之后 身体就不会产生那种怕冷的现象 也就不会再害怕寒的现象产生 但是有些时候 比如说高血压的病人 在血压还没有降下来之前 你很容易受到那个药物的影响 你心里产生印记 以为自己永远都在高血压当中 其实我们要相信自己的身体 然后慢慢把这些印记解除掉 然后可以不用一直吃药 然后把自己身体这些印记解除了之后 疾病就会比较容易缓解下来 问题会少很多 中医在处理这些印记的能力上面 非常的厉害 那我们慢慢地去调节 身体的这些印记的变化 以后我们身体就不再受病痛的干扰了 这是很重要的特点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问答时间 那老人家喜欢进补 尤其到了冬天怎么补比较好 老人家 这是我们国人的习惯 看到药材就想拿来补一补 但是老人家的身体 常见的是一种瘀症 或者是瘀症的情形发生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这时候不要立刻就下来去补 用十全大补汤或四物汤之类的 就直接补下去 有其余的人会越补越糟糕 如果吃补没有变好 你就不要再吃了 如果不懂了体质状态 你就要询问你的医生 然后透过把脉 就可以赶快确定 你是哪一种体质的状态 然后可以帮忙补或帮忙卸 都可以的 接下来有人问说 那手脚冰冷 吃人生黄奇可以补气吗 手脚冰冷 其实它是一种气血状态的呈现 比如说有人身体冷 手脚冷 这是阳虚的特征 比如说有人只有手脚冷 身体不冷 那是气郁的特征 在这些药材 不是说我一定要吃人生和黄奇 才能够达成这些效果 所以当我是内在的冷 身体的冷的时候 你吃黄奇 枸杞 红枣 这类的东西 人生都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如果我是气郁症的人 我根本不需要特别去吃 人生黄奇这类的东西 这样子吃了这些东西 反而会形成更郁闷的情形 或者是没有改变的情形发生了 最后我们还是得问一下 因为补这种东西 我们也得知道自己的体质 自己的状态 然后你请中医师告诉你 到底是什么体质之后 你这样补才有效 免得花了钱又不小心吃错 还伤身 然后又损了荷包 这样更不划算 中医的致病是依据症型 病肌做对应的治疗 中药吃起来反应快吗 它可能反应不快 但是人身上的反应 都需要一些些的时间 反应不快的情形下 却可以把身体上的疾病消除 然后去除掉疾病的印记 反而是更好的治疗方法 谢谢您的收看 大爱学汉医 我们下次见 大爱学汉医